大家好 我是楊玲霞醫師 歡迎來到《輕氧心》這個專欄 如果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歡迎訂閱 ETNAS的頻道 並且Like和Share就可以了 在夏天這段時間 除了很熱之外 陽光還很猛烈 有不少女性都會受到識單困擾 究竟在中醫的角度 我們應該如何預防和醫治呢 今集會和大家逐一解構 在中醫的角度來說 正常的膚色叫做 紅黃隱隱 明潤含蓄 意思是白鋁透紅 同時因為我們中國人 所以相對來說 膚色要偏黃一點 偏黃得來是有些光澤 為止是最好的皮膚顏色 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主色 因為每個人的體質都會有些不同 但有些人如果有血壓高的問題 通常會滿臉通紅 會在兩邊 拳谷位的地方特別紅一些 偏白那些人如果是白得來 好像一張紙會反光 那些人血色不太好 另外有些是偏青那些人 如果是血色都沒有 眼青口唇白的話 這些人通常是血虛的表現 或是有些驚風 或是乾血虛 乾屈等等情況 如果偏黃的話 好像有些小朋友 喜歡吃肥膩煎炸熱氣 或是凍食物的話 通常會偏黃一點 如果有些人有腎病的話 其實是整體來說 偏暗色 黑色 甚至是沒有光澤 色斑除了跟日曬有關之外 亦都跟身體代謝有關 皮膚是內部體質的反應 如果中醫的角度來說 可能有些皮神偏虛 或是乾氣屈結 或是氣血乳劑等等 這些情況都會導致色斑 其實在中醫的角度來說 如果你本身的底色 是偏青青白白黃黃的話 通常都是因為身體虛弱 所引致的色斑為主 但如果你本身的膚色 是油光滿面 再加上有些暗瘡的情況 如果陰瘡又有暗色斑的話 這些通常有牽涉 我們實熱或虛火型的色斑 之前跟大家說過 暗瘡如果生在不同地方 其實有對應不同的身體狀況 但一般色斑來說 其實主要是在這兩個拳骨位 我們有說 如果在拳骨位這些位置 形態來說 好像蝴蝶斑一樣 通常是可爾蒙斑 大部分如果是曬斑的話 通常會集中在鼻鼻這個位置 夾拳骨這兩個位置 曬斑會隨著 如果那個人的體質好 過了差不多一個多月 他會淡了甚至沒有了 當然如果氣血不好的人 通常曬完之後 還是前擾不斷的曬斑 大部分人如果生色斑 通常圍繞在基底層的地方 如果再加上真皮層的血液供養不好 或者氣血運行不好的話 其實它堆積很多 另一方面 其實葛珍層有幾十層那麼多 如果我們真的有曬斑 或者是荷爾蒙斑的話 就會散在表皮層那裡 有些色斑淺一點 有些色斑深一點 如果色斑淺的那些 一般來說 你透過正常飲食 或者是好的生活習慣的話 都可以矯正的 另一方面 亦可以透過調理體質 亦可以改善 但如果深一點的色斑 代表它跟體質有關 這方面 就算塗多少美白的東西 或者是一些防曬的東西 它仍然都沉澱在那裡 所以歸根究底 都是要改善自己的體質 才可以幫助改善色斑 如果熱底的人 有時如果要預防色斑的話 就要避免一些燥熱的東西 例如不要吃辣 不要吃煎炸的東西 不要吃那麼多牛羊肉 這一類型的肉類 或者是辣的東西 都會令身體容易有濕熱 進而會影響到色斑加蟲 如果體質偏寒 例如跟別人握手 手成的冷冰冰 這些都是體質偏寒的體質 你要養皮胃 令自己暖和 正常如果氣血夠的話 可以令到沉澱的色斑 可以慢慢減少了 氣血夠 氣血通常都可以幫助帶走色素 這裏有兩款中藥粉 一個是杏仁粉 一個是白伏菱粉 杏仁的作用可以幫助美白之餘 令皮膚的光澤度和保濕度增高 杏仁本身有油脂 是種子類的食材 令皮膚的角質層充足的氧粉 所以敷了杏仁的話 杏仁會有些光澤 另一方面也會減淡色斑 白伏菱如果我用的話 有抑壓黑色素生成的作用 中藥面膜粉很容易製作 首先將等份的白伏菱粉和杏仁粉 混合在一起 然後加入適量的蒸餾水 混合成糊 再加入一湯匙蜜糖 然後調成糊 每個星期大概敷一次兩次 每次大概敷五分鐘就可以了 其實我們用中藥面膜粉 首先可以在耳後面試一試 試完之後大概相隔五分鐘 再在同一個地方再試一試 如果沒有敏感的話 就可以放心試用 這個茶療主要是針對 依致肝屈型的色斑 即是我們俗稱的蝴蝶斑 有玫瑰花、末里花和懷小蜜 玫瑰花本身有疏肝解屈活血化育功效 可以幫助舒緩緊張情緒 同時也可以減淡色斑 茉莉花其實可以增強疏肝解屈的功效 因為乾屈的人通常睡得不太好 所以會用到懷小蜜幫助安神和養心神 焗的時間大概需要二十分鐘就可以了 先下懷小蜜焗十分鐘 然後最後十分鐘再加入玫瑰花和茉莉花 聞到花香就可以喝得了 脾胃虛弱的人都會容易導致色斑 另一方面脾胃濕熱的人 亦會令皮脂腺分泌過多 而誘發油光滿面的色斑 這個茶療很簡單 有淮山、生意米和丹心 生意米本身有健脾胃的作用 同時可以清熱排龍 如果寒底的人可以略炒一炒去 百活炒一炒去 都可以令到他清熱的作用減低 健脾的作用增強 另外淮山本身有平保肺脾腎三臟的作用 而單心可以有活血化羽的功效 幾樣中藥加起來 可以幫助減淡皮胃虛弱所導致的色斑 平時如果沖焗的時候很簡單 將所有食材放在焗水中焗大約20分鐘便可以喝了